哈囉 大家好 我是林冠 健康好生活有YouTube的官方頻道 大家記得要趕快按訂閱 剛剛講到秋冬 其實病毒或者細菌 事實上可能在環境當中 環境當中我們的免疫系統 跟抵抗力也很重要 老師要分享一個營養多元的好料理 而且老師今天要分享大家吃蟹 對 秋天的蟹其實還滿好吃的 好 待會兒大家分享老師怎麼處理蟹 那老師現在先熱鍋 然後先乾烘那個菇類這樣子 老師你今天前置作業準備了一隻蟹 這隻蟹是哪一種蟹 這是砂工 其實就是你喜歡什麼蟹 我覺得都沒有關係 因為我發現現在還有一些是澎湖 然後他們就是有幫你錢處理的 那我這隻那時候買的時候是活的 那你買了一隻活的蟹 你回家會怎麼處理 其實我就是要蒸它 那我會覺得就是說 你最好就是直接先把它就是 處理那些蟹什麼都拿乾淨之後 然後直接去清蒸 它這個地方它有一個 就是你把它剝開之後 剝開之後 對 然後這裡會有一個囊 那這個一定要拿掉 然後這個就是會上面會有一些蟹 你一定會把它去除得乾淨 上面會有一些蟹把它清乾淨 對 然後把它切塊再蒸還是整隻 沒有沒有 整隻去蒸 那一隻蟹通常要蒸多久 其實你可以用電鍋就好了 電鍋你外面大概只要 因為我只是讓它熟 然後方便保存 然後還要在鹿料理 對 所以我不會蒸太久 我就是大概兩格的水 就蒸了一隻這樣子 好 那蒸完如果你立刻吃 反正你就蒸熟 然後或者鹿料理吃 對 可是如果沒有的話 你會怎麼保存 你就一定要把它冷凍 這一定要冷凍對不對 因為蟹它很容易壞掉 所以你正好就是能夠把它冷凍了 這樣子的話 你就比較不容易再壞 但是我覺得你還是儘快地把它吃掉 但是像我們這種小家庭 怎麼可能吃太快呢 所以一定就是要先把它冷凍 好 老師剛剛先爆炒了香菇 把它炒香之後 老師你放的是這一個雞肉 雞肉你也是前製作也先去皮去油 然後切塊 然後有稍微汆燙過 對 因為你汆燙過之後 你要去油很容易 去皮也很容易 好 其實這個就是除了蛋白質之外 我們希望吃到很多的蔬菜 我們其實白菜的季節也到了 娃娃菜 白菜都很適合入糖菜裡頭 然後我們就需要很多的纖維 好 老師如果不會做蟹 或者做不好蟹的人 其實這一道料理可不可以改成 用蝦子替代 可以 其實你就是兩個先 就是你可以用一些什麼花枝 蛤蜊 其實也是可以的 就是你所有喜歡的都可以 好 然後老師剛剛 四季豆跟玉米筍都下去 前製作業有處理過蟹了 所以蟹其實最後才在入鍋 在拿煮熟 對 老師 現在這一鍋湯菜 其實它那個娃娃菜會出水 對 然後一點湯汁 這個時候再把剛剛那個蟹放下去 對 然後我們也可以再加一點金針菇 就是看你的喜好 不一定要 老師這樣就可以驗客了 就是因為你有一隻大的沙公 對 這個感覺是沙公燉菜 對 但是真的不會處理沙公的 就直接買蝦子燉菜好了 也可以 對 但是現在老闆都會幫忙 所以可以請老闆幫忙處理就可以了 老師 這個季節 你剛剛說你買的這個是養殖的嗎 對 市面上有些時候這個季節 那個花蟹萬里蟹 就是季節性的捕撈的嗎 那個花蟹 安琪老師說其實是5 6月就開始有了 真的嗎 對 5 6月那個時候溫度還高 對 花蟹可以 花蟹那時候就有了 花蟹那時候就有 對 然後有的時候我們在北部的漁港 或者某一些漁市會看到的 這個季節比較多 就是因為秋冬這樣子 秋冬 對 天涼了 天涼了 萬里蟹 然後這個季節蝦蟹肥美 所以大家這樣子在家裡自己 就可以享用高貴料理 對 那這個就已經熟了 好 那我們就來上菜 陳老師這個料理 蔬菜配得相當好 因為其實小朋友 其實不太喜歡吃蔬菜 但是如果這樣搭配 其實比較跟一些 比較鮮甜的東西 像這個螃蟹跟雞肉配合起來 其實小朋友比較容易吃得下去 而且這個菇類 其實我們之前講過很多 其實菇類的好處非常多 抗氧化等等這些效果 其實都不錯 所以如果這樣子會 我覺得小朋友比較能夠入口 然後其實對身體的保護 也是相當足夠 所以我覺得大家可以嘗試看看 這個料理 好吃而且又健康又營養